歡迎收看11月1日的Bilibara Finance 昨晚落大雪 落到現在還未停 我會去一個230公里的North Bay 跟當地的中國留學生搞亂議活動 介紹我們認識的GSO生命的改變 希望在車程上的平安能夠 平安去平安回 如果我們看回這次市場 這段時間的市場非常波動 由9月中開始市場最高2013點 沉底沉到10月中的時候 一個月左右 跌到1850點左右 跌了105點 然後又不夠一個月就升上來 上次說了原因為何會大跌 這次的原因為何會大升 因為美國出了最新的GDP 情況超過預期 3.5%的增長 另外 過去一個多星期的業績 都似乎美國 都是OK的 再加上日本終於量化寬鬆 然後將這個Money供應 加大 由大約60-60萬億日元 一注穀穀穀到8萬億日元 這個供應就大了20-30% 這件事就會令到他不會有通縮的危機 同時亦都可以比較容易調控經濟 在過去來說 為何如此轟動 和為何令到日經平均指數升了5%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日本經濟的做法一直都非常保守 他們就是嘗試把通脹水平維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情況之下 但是 這樣做的時候 變成了他對 Money供應的管制非常之勁 Money供應的管制非常之勁 形成了一個問題 就是經濟的增長 是受到那個抑制 就是你做多一點有什麼用 就是 都是那個病 以至到他就進入了一個 二十多年的一個群局當中 自從我們看本澤食樹的泡沫年代 日本各方面的東西都非常之勇勃 樓市就是可以超越美國 然後就一瞬間跌下來 因為那個貨幣不斷地攀升 之後呢 日本採取了很多緊縮經濟 收緊銀的措施 結果反而是雪上加霜 令到很多銀行倒閉 然後就重組 你看到日本貨 雖然現在有韓國貨頂了 但是日本貨在全世界都非常之好賣 只不過就是 他一直以來 就刺激不了他整個經濟來復甦 但是現在呢 終於日本就灰改了 改了他條路去量化寬鬆 量化寬鬆簡單來說就是 引多點銀子 引多點銀子的時候就令到 整個經濟的活力 就希望重新再有 至於將來會不會帶來一個超大的通脹 或者通脹會不會反映了 在樓市 或者是股票市場 各方面 令到一個成為了一個畸形的狀態 那就要拭目以待 亦都有人說 其實歐洲有同樣的困局 又是看著銀筋很緊 從來不敢來印多點銀子 也就是說 不敢來借錢 來應付整個世界 其實你看到中國人都有一種保守思想 我不是說中國政府 我不是說正常的中國人來說 都會覺得積積房機儲多個錢 但就不要先花未來錢 不要綠卡 買樓借錢就OK 平時的東西就不好了 這是一個傳統的美德 但是當你每個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 掩著一個錢包 去花錢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令到整個經濟斷了 不能夠活動 綁繁 以前在中國歷史裡面 都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話說羅馬政府也有發生過 話說當年宋朝 有很多的鐵幣 現在鐵幣的流通量 就是流通到一個地步 連日本、東南亞甚至中東的國家 都可以流通 宋朝的鐵幣就等於現在的美金 但是問題就是 當政府推出一些鈔票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鈔票是宋朝 中國人發明的 但是問題就是 人們不相信那些鈔票 於是 製造了一個問題就是 當他只是用鐵幣來做生意的時候 鐵幣是值錢的 於是人們就保持所有鐵幣 就不用這個鈔票來買 以至到導致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鈔票就不停貶值 但是鐵幣從此就不再流通 就靜到整個宋朝的經濟活動就窒息了 那會不會接下來這樣做呢 會有那個影響呢 暫時都還沒看到 因為暫時我們還沒走出 那個經濟因爲的困局 美國應該走出了 但是歐洲 日本都還沒看到 有什麼 在這個 那麼全球互動的情況之下 就互相影響 以至到之前 你看到這件事 想得那麼誇張 希望現在會有一點舒緩 當然仍然會有很大的隱憂 因為日本的競爭力 都被韓國扯得很厲害 優質的被韓國扯 劣質的被中國扯 再加上他以前傳統日本的國營 政府支撐 去補助 同一時間一個超大的企業 全部都family 永遠loyal to 一間公司的那種模式 現在開始引入了美國的本智模式的時候 都始終會有一個 但仍然有 比較長期的轉型 例如Sony剛出了業績 可不可以繼續改善 而不會 至少止蝕 都需要有待來觀察 我們繼續看看 如果現在這樣看 11、12月的市場都應該可以的 甚至乎可以再創新高 繼續觀察 我自己的Portfolio也回到一個比較好笑的情況 今年最高的時候就去到12.3% 現在都回到 問題是可不可以再創新高 這個也值得來考慮 究竟可不可以去到我之前的target19% 這個就直接問水 應該就做不到 OK 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BillyBallard Finance 好意思 好意思 谢谢大家